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建会的强强对决 观察方是珍宝格 对战方是紫禁城 那宝格这边也是好久没打建会了 今天终于打了 马上要打五成坛了 过来练习一下 观察方这边上的是一个盘斯武装的双风配合者 士空领加魔王 开了一把阴阵 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的双风配合者 士空领加神灵的组合 开了一把风阵 也是大客的观察方阴阵 10%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对战方有移速有大客 毕竟带的是女儿村 女儿村的话在212里边 就目前 这些豪门的打法而言 女儿村确实是占优势 虽然他有移速 但是一个胀气一个竞辽 他是缺失的 对于打面上来说 这个仗气太关键了 不过听说紫禁城的盘斯已经到位了 就还是赵山和老板玩的一个盘斯号 已经到位了 再调整一些细节 所以说没有上场 没有上场 还是带着女儿村 能抢到一手移速吧 倒还行吧 也不能说彻底的劣势 有移速最起码场上的 这个局势的控制 愤怒的控制 还是慢不错的 剩下的就要看双方怎么去操作了 对面有大克 有速度 物理系毕竟占了一个风头位 多了5%的速度加成 物理系速度也比较的快 对面神木的速度 目前也是比观战风这边 魔王的速度快 所以说对面的 占尽了所有的速度优势 又有大克 看宝哥这边 怎么去反击 还有赵山和这师徒 着实是有点弄 拿到大克以后 他们现在后门师徒都一样 你给他一把大克 他给你一片天 魔王秒过去死前三 也疼的呀 对战风现在是有机会 来压观战风的人物单位了 你缺两个宝宝的话 点杀的时候 也比较的舒服 一把金刚给宝宝补上 看一下对战风 有没有这个想法 金棘物单抽 直接抽死 石头林 石头林被封杀 能观战风缺宝宝 肯定对面要点你的呀 他们瞅的就是这么一个时间 后续就看对面 能不能锁住尸体 哎呦 这魔剑孩子也被清掉 拓血狂弓 再轻轻宝宝 呵呵 关掉王这个卡住盘斯啊 比较的尴尬 啊 卡了个寂寞 就看下回合 关掉王盘斯 能不能比对面 石头速度快了 啊 就看下回合 哎 比对面石头速度快了 那这样卡住盘斯 就还能发挥一些 自己的作用 不然你比石头速度慢 啊 你只能控一个神木 挺尴尬的 啊 卡住盘斯本身 已经是放弃了自己 尽聊的机会 啊 因为他卡住盘斯 肯定比化成四速度慢 啊 你不能化成四 活按学 你再给尽聊 是不是有点晚了 啊 那关掉王终于是 可以控石头了 但是没工作 石头直接起飞 啊 为什么看那个回合 啊 因为那个是第五回合呀 啊 第五回合神马效果 就结束了 啊 第六回合速度 就会发生变化 啊 第六回合速度 就会发生变化 关掉王这边 盘斯就有速度 啊 就是一个神马宝宝的问题 啊 没别的 啊 你卡住盘斯 本身已经放弃了 尽聊 加战离 或者是扔尺子的 一部分机会 啊 只能是一部分 啊 你再卡不到 石头的速度 那就更难受 啊 观战方这边 最好啊 是别把石头的宝宝 清掉 啊 这是最好的 石头万一 再给你补个什么 你这盘斯又没速度 那也就尴尬 弯起石头 直接起飞 除了飞女儿村 飞别人 有点飞不太动啊 啊 这个爪印还得慢慢去叠 效力藏刀 给武装 哎呦 武装这边被效忠了罗汉 难受啊 啊 这也就是一速的一个好处了 这盘斯风不重 你说你这速度拿回来了 连续都水风 给到对面石头很大的一个操作空间 啊 这一锤子一锤子敲过来 你受得了 啊 大刻的伤害 这还是个雪天气 啊 雪天气 爱得来说 风影明珠率会增加的 那你也封不重 神木伤害也爆风了 罗汉盖不出来 神木秒过来 太痛了 两层的风铃 再攒一攒 啊 有一个三层的风铃 来一手风卷参云 那个爆发就够了 武装罐也封不重 雪天就是增加回命中率吧 啊 我看这个雪灵珠 啊 雪灵珠起效果 怎么不对啊 这个命中率 天气系统假的吧 赶紧盖手头看 哎呦 这顶着罗汉秒过来 也挺疼的 拉起石头 还是接着飞 然后选择出孩子了 没有起飞 武装官刚才被笑过 现在踩个塔 下一波应该是 愤怒差不多就够了 看一下这个卡苏凡斯 卡苏凡斯又没速度了 啊 这卡苏凡斯又没速度了 含金柏柏凡斯又没速度了 你说你有罗汉 啊 本身 通斯多是最合适的 啊 现在你没速度 只能去控对面的神木灵了 难受 啊 所以说卡苏凡斯 仅剩使用吧 而且关键皇这边 盘斯啊 还占了一个 15%的速度位呢 啊 就这样速度 还是不对 还是不对 接着飞起来 爪印 还得续下去 有爪印 这个伤害迟早得上来 只不过缺了一手魔镜啊 你用魔镜孩子去拉起的石头嘛 看看女儿村要不要笑你 女儿村笑你了 啊 给手武装 你武装其他 肯定要笑你一手的 那关键皇武装冠 又被笑中 这又被笑中了啊 罗汉 你这 太实在了啊 他肯定是要笑你的呀 你这么明显的 其他 点防御也白扯 还是一锤子给敲死了 贪其默默 又只能控神木里 好憋屈啊 对面这个时候 换出了一个地厅 实在不行啊 盘斯啊 换个神马宝宝出来吧 你这不然你连个地厅你还不敢防 如果对面这个地厅速度稍微快一些的话 你尺子都白人 关着玩笑 你盘斯连地厅都防不了的 卡速盘斯很尴尬 你幻境术也不能起啊 因为你速度慢 武装化身士都比你快 你起了幻境术你又不挨打啊 幻境术肯定也白起 没有用 尺子的话 你速度慢 也白给 加战敌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道理 加战敌自己 出一些高速地厅的时候 盘斯也没法去给战敌 只能是出一些 就是速度比较慢的地厅的时候 比如说那种全魔的了什么的啊 你盘斯才能给上一手战敌 所以卡速盘斯B端 现在是也比较的明显吧 一把三票 瑞悦乾坤 再套一下化身色啊 那关照皇这是要崩呀 感觉要崩了啊 武装感已经没了 人又被控着动不了 还派中了一个大死亡 石头相当是为所欲为 没有人能管的了 这个地厅 这个地厅速度超慢的啊 比对面石头的速度还要慢 那盘斯可以扔一手尺子了 盘斯把尺子扔一扔 效力藏道 再给一下盘斯 关照皇继续盖罗汉 武装接着到地 敲盘斯四枪 按理说这个盘斯 应该抗性会好一些了 他毕竟 没怎么加敏捷嘛 抗性会好一些 但是感觉石头锤过来 还是非常的痛啊 对面给自己的女儿 卡上了一个武龙丹 卡上了一个武龙丹 哎呦 这盘斯差一点点了 卡了个武龙丹 干什么呀 觉得自己优势太大 给自己增加一些难度 把关照皇全摸地铛 冲刺一波 倔强一下 哎呦 有点东西 是坨神用武器 但是还是被带走 搞事情 结束了 这地铛 哎呦 那那那那那那就没用了 那那就结束了 就没有用了 再秒一秒 能把对面女儿村 带走 带走了 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女儿村有意识 站起来偷个酒 化身是一活 状态依旧非常的慢 主要是宝额 这边的律师太大了 不是一个地铛 能解决的 除非一个地铛 能把对面 厂商所有的单位 全退出去 那才行 但这个东西 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拉起石头 直接飞就可以了 尺子还是防一手 还是 你这不好打 你速度大克 全 全让对面拿走 你就 这宝格 你不行啊 你怎么打 还有就是这个 卡苏团斯的问题 卡的速度过于尴尬 接着飞起来 月下迷藏 封一下宝宝 这比赛结束了呀 解开神木 秒一手 比赛结束了呀 比赛结束了 结束了没了 防部说 哎呦 顶着金钦 还崩中了 可以的 封一个 无魂 再扔一个 观众方 还想再坚持坚持 这石头 马上都可以 打出屏幕了 魔王 魔王也被敲死 最终还是化身死 一硬气 杀了一屁 再换一个地厅 连宝贝也套了 不让你拉人了 观众方 也收起了宝宝 放弃了 这场比赛 确实没法打了 确实没法打 就可以说是一点还手的力量都没有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个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谢谢兄弟们了 战地加一手 战地再加 关照万象 比赛结束 还是个攻的 拜拜